本台消息 7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公布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就决定起草有关情况向全会做的说明 习近平在说明中指出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 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 中央政治局决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 这是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 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 实践充分证明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靠的是改革开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靠的也是改革开放 新时代新征程上 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 重大原则等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 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 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 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各方面制度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同时要清醒看到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 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 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 面对新的形式和任务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 固根基 扬优势 补短板 强弱项 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第三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 当前 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依然是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 比如 市场体系仍不健全 市场发育还不充分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 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 权而不精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农业基础还不稳固 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 民生保障 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等 归结起来 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应 是发展中的问题 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 第四 这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 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 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 有效应对挑战 在危机中遇心机 于变局中开心局 关于决定搞起草过程 2023年11月 中央政治局决定 成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 由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同志担任副组长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 承担文件起草工作 12月8日 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在七个多月时间里 文件起草组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征求意见 开展专题论证 反复讨论修改 在决定搞起草过程中 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总结合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确定遵循原则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 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问题导向 三是抓住重点 突出体制机制改革 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 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凸显改革引领作用 四是坚持人民至上 从人民整体利益 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 谋划和推进改革 五是强化系统集成 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 系统布局 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 协同高效 这次全会文件起草 把发扬民主 集思广义贯穿全过程 2023年11月27日 党中央发出通知 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议题 征求各地区 各部门 各方面和部分干部群众意见 各地区 各部门 各方面 就文件主题 框架 重要举措等 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为决定稿起草 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4年5月7日 决定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 征求意见 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 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意见 听取相关企业和专家学者意见 各方面提出了 1911条修改意见和建议 文件起草组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 能吸收尽量吸收 做出221处修改 在起草工作过程中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三次会议 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会议 进行审议修改 形成了提请这次全会审议的决定稿 决定稿锚定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在内容摆布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主要任务是 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第二 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决定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强调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第三 注重全面改革 决定搞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 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改革 第四 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决定搞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 第五 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决定搞提出了一系列 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机制